4月10日晚上 晋阳街道的阳性患者被告知 送去周浦房舱医院 结果半夜三更被送到中转站周浦的一所学校 说是第二天早上8点会转移到青浦四叶草房舱 11日早上 整个隔离点都在等车 得到的回复是 有无数的车在路上 11日下午 发出求助信息的小张表示 早上10点才等到车 7辆大巴车载满患者在路上干等 没有送往方舱 直到下午点多 才被送到金海路经济试用房隔离点 单有担心问题还没解决 10日有视频显示 浦东四五十名阳性患者 有老人和小孩 在转运公交车上待了一夜 没水没吃的 去了三个房舱均不接收 车上一名女子崩溃 喊着要回家 10日发出求助信息的孙先生表示 她被告知转运到方舱医院 整车的患者被困在车上无人管 在马路上 没吃没喝好几个小时 不能上厕所 不能下车 求助无门 此外 上海视播员方舱被曝管理混乱 已具备出院条件的人出不去 找不到上诉的渠道 有人精神崩溃 哭求让他回家 我们都符合了出院的标准 但是我们这么多人都出不去 你们想不想出去 有没有人理我们 我们已经健康了 我们不是罪人 限制我们自由 新唐人记者雄斌 刘芳 采访宝等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